海葵台风来势汹汹直扑台湾 高雄市3号今天是停班停课的状态 不过就有不少的百货公司 今天其实是照常营业 像是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高雄的汉神百货这边 可以看到民众趁着风雨不大 赶紧前来出门逛街 而事实上不只是汉神百货 就连汉神巨蛋还有大圆百 以及梦时代这些百货公司 今天都是照常营业的情形 而其实事实上更有知名拉面 在今天推出了满一送一 美食当前其实不少民众都忘记了 今天似乎是台风来袭 因此各个是手包排队大排长龙 而在大卖场也出现了采购人潮 像是蔬菜区也挤爆了人 排队至少都要一个小时 还有知名的美食卖场一开张 也是挤爆人 不过气象局也表示 今明两天也就是3号4号 这两天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 尤其入夜之后 中南部的风雨会增加 民众务必留心 自身安全